时时保持决心 才能够灭罪而安乐 古人说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史 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过去的已经过去 以前是在迷惑当中 从现在开始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知惨 知愧 这念心才是真正的我 这个我时时刻刻保持决心 就是今日生 这个雷参他最后的心愿就是一种参会心 当时分了雷拜久之后 无形中可以尽压 除了尽压以外 生何中也有这个亲情 生乞业 比如说我台地 我虽然出家已经在接近四十年 我这四十年来 我每天时刻一定都拜一封 八十八户荒民报仇 因为当时要申求他的参会 跟嘴公公的而已 但是如果你这样肯定 说啊 这样一步拜参 拜一个八十八户 那拜了之后 后边的心境就会清凉 时时刻刻检讨反省 使这念心能够安住在善法 慈悲心 恭敬心 敬敬心 如此能够真正的发心忏悔 就能够灭罪 得清净安乐 达到忏悔的目的 所以 忏悔在佛法中 是很重要的法门 时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雪凭树朗 而是有任何一点 后边的守秩序 下来思识 你有一点 可以判建议 下来思识